大家好我是丑夫 今天这期视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今天早上店里面遇到的一个玻璃隔热膜的一个售后的问题 然后这台车应该是9天前来找我们贴个玻璃隔热膜 贴的是微固的 当时贴完是没有问题 客户全车也看了 但是过了大概两到三天 客户发一个视频给我说后档的下沿整个翘起来了 我看到那个视频的第一反应 是不是开了什么储物 因为客户那天走的时候应该是一个下雨天 然后客户说没有 没有也没关系 我说过来我给你换一张后档 换完之后到现在应该已经有四五天了 四五天了 我以为这个事情就没关系 但是今天早上的客户又发我消息 他说你们到底能不能贴 不能贴把钱退给我 当时我就很奇怪 为什么后档又翘了 所以说这里也跟看我视频的一些同行大神们请教一下 因为我也没有遇到过一个后档 你说因为那个储物开了 翘有可能我们有遇到过 但是这一次换了之后是上方翘 是上沿翘起来 我还真没有遇到过 而且同一个后档已经起来两次了 这个事情我就在想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 我让客户赶紧来店里我们看看什么情况 然后怎么解决 然后过了一会客户到店 这次把他爸爸带过来 把他爸爸带过来 一看他们下车就是拉这个脸 对吧 这个东西我也可以理解 因为你花了四五千块钱来我这里贴个窗模 然后重复两次遇到这种问题 换做是我的话我范围思考我肯定也不爽 但是问题已经发生了 我这个人不怕遇到问题 既然遇到问题你过来我帮你怎么解决 或者我提供一个什么方案 看能让你满意的对吧 那我们就解决问题就好 刚来的时候我听客户爸爸的意思就是说 把整台车的摩钱退给他 我说我们先看看什么问题 然后整台车我也没办法退给你 因为你只是后档这边出问题 我退也只是后档的摩钱可能退给你 对然后我们先看问题 因为同一张玻璃上面出现这种起边问题 要么一个可能是我们祭司真的是 第二张贴的时候也没有收好 但是那一张我也问了祭司 收边各种情况 他说已经是特地多注意一点去收了 所以说祭司这边也不是说完全排除 但是有这么一个可能 还有一个问题我就在考虑 会不会是这个车的那个 因为这个后档都是压着马点贴的 会不会这个马点比较突出或者比较大 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不知道 这只是我的一个猜测 那客户他爸爸的意思也是说 这个车造出来宝马5系530对吧 而且是马上换代了 这个车这么多 不可能就他一台这个马点什么东西的 特别一点有问题 我说这个话也没毛病 但是我们贴这个窗模也贴了上千台 肯定是有的 我也从来没有遇到过 一个玻璃两张模贴上去 两边两张模贴上去边缘还撬两次 这个我们从来没遇到 那既然已经发生了 我们一起商量一下怎么把这个问题找出来 这就把问题找出来了 把你解决了才行 对吧 不然的话你如果真的是因为这个马点问题的话 你到哪里贴 它后面都可能敲 对吧 不用考吗 你要要么撕掉也给这张钱 我退给你 这个没关系 你到其他地方 你去一张钱 甚至我这个模我可以再送你一张 你去其他店贴了 看看结果是不是一样 还是说不会出问题 不会出问题 那我们技术问题 对吧 出问题呢 可能就这个边上这个东西 马点比较粗的问题 我们是考虑这个问题 从我们技术层面是这么考虑 不是说你这个出问题 我们不是说不给你解决 或怎么样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错 因为你说这个马点 但是我们也在这里干了七年了 不是说上千台车 这时候我们也是干过的 微故的我们代理也五年了 就不是说第一次听你这个 我讲了我的想法 第一 你的模 我没法确定 那个质量有没有问题 质量的 我们自保也给你上了 然后你 自保上了 我现在我也确定不了 就是说 第一 我怀疑了 那个质量有问题 第二个 就是工艺问题 我的想法 我们客户的想法 就这样 对不对 第一 你这个模式 是不是 你老是在这个地方 搞来搞去 你这个贴上去 一贴就这样 我知道 但是你说 你说模有问题 那我 侧面这些都好 那都不一定 对吧 同样的模 这怎么那么贵 那我等一下 我去CSD CSD面说去很多 对对对 我等一下问了 CSD的不好 因为我们没选择CSD 我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这样子 你反正选择这个模 我这张模前我去你 我再送你一张 你让CSD那边 你让他们师傅贴一下 这个贴模前我帮你出演 可以 我们看一下结果怎么样 对对对 那你觉得怎么样 那你还是去 就是测试一下 对我们测试一下 这个这个 整个这个东西 我也没办法帮你出 因为前面 这张模 没有那么贵 前面那个才是最贵的 对吧 前面那个没有问题 我也不可能把前面那个 前面那个 前面是顶级的 这个是常规的 这个我们 我现在就怀疑 两张同时出现这个情况 怀疑的就是 这个码点大小不同 码点你 党的比方说 你可以避开码点 你稍微把它 避开码点会露白的 知道吧 是会露白的 这个码点不该做的话 提到这个为止的话 那你 就是后视镜看出来 就看到 一圈的露光了 知道吗 第二张 第二张 再发生 这不可能的 第二张我让师傅去接 也是特地让他注意 我刚才还问他 他说我都全部 很仔细的已经收过了 我的建议就是 我再送你一张 送你一张也对了 你这个处理方法 是一个办法了 但是我们又要找一家 联系 找一家社会店 就直接找他们 这个多少工时 我们来付都可以 我只是想排除 我们的问题 你知道吗 你说的 反正我们按这个方案来 你先去实在店 让他们贴一张 没事吧 你是觉得 可以 我们把这个问题找出来 你可能我们也想知道 我们这样的这么多 但你们这个 也说要做个 自己的牌子一样的 我们本身就是 做口碑的 在这里面水长 对对 哎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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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客户他爸爸呢 也能理解 也能理解 我给客户的一个方案呢 就是 因为我们已经贴两张都起来了 我说再贴一张 完全没毛病 我也不敢保证 我就给他一个方案 我说 我这个后档呢 再裁一张给你啊 然后你可以去找 4A店 去找4A店 或者你觉得哪家店 专业的去找 呃 贴了多少的工时呢 我来 补贴给你啊 这张膜我也给你 然后呢 后档这张膜钱呢 我也退给你啊 我也退给你 对 然后 呃 如果是到 比如说在4A店贴完之后 确实是没毛病的 那就是我们的技术问题 啊 就是我们的技术问题 那如果是在4A店贴完之后 后面边缘还是会撬的 那你再回来啊 再回来之后呢 我还给你换一张 我因为我考虑到 还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因为这两张膜呢 它都是贴完就走的啊 我说如果去4A店那边 呃贴完之后 还是出现这种情况 那你下次过来 你最好是比如说早一点来 比如说我们早上就把它贴了 然后呢 停在外面晒几个小时 如果这个水分蒸发完 边缘有起来的 我们当时就把它给收掉 这样呢可能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啊 所以说我也给客户讲了这个方案 客户呢也能接受啊 就是这么一个事件嘛 对我不知道我这样出离 大家觉得行不行啊 反正客户呢 应该也能接受啊 也能接受呢 那后续怎么样呢 倒是再看一下啊 对反正呢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啊 事后呢 我下午也找了我们当时施工的一个师傅啊 也沟通了一下啊 我说 呃 也不能排除他的问题 真的是他的问题呢 我们也要失去这个经验啊 到底是哪个环节上面没有注意 或者哪个事件没做好 发生这个问题不可怕啊 可怕的是我们发生问题之后 没有失去教训 下次还重复的发生 因为我们呢 特别特别在意这个口碑啊 这个口碑呢 是钱买不来的 所以说客户有这种不满意的情况啊 我们怎么样也得想办法把客户解决掉啊 因为他也说了花这么贵的钱对吧 然后找我们专业的店来施工就是买放心嘛 放心 那我们也一样 我们收客户这个钱对吧 我们怎么样帮客户解决掉这个问题 然后免除客户的后顾之忧 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对吧